我们始终不伴高声 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Let the world hear your voice 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7月3日 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 中国边编从进新疆的游客手机获取私人信息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 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一项新的调查报道显示 中国对进入新疆的游客的手机秘密安装监控应用 以下载并监控进入该地区人员的私人信息 英国卫报 南德意志报和纽约时报的一项共同调查发现 从吉尔吉斯斯坦进入新疆地区的游客受到重点监控 边境巡检人员收走游客的手机 并秘密安装能够获取其邮件 短信和联系人的应用 这个名叫风采的应用还能够收集手机本身的信息 一些游客表示 当局并没有事先告诉他们这个应用 边检当局将iPhone直接插入一个检测器进行检查 而安卓手机则被安装上述应用来获取手机信息 这项由三大报纸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 从伊尔库斯坦口岸进入新疆的游客被频繁要求进行手机检查 该口岸位于中国的最西部 大多数情况下 在手机被退还给游客时都已经将该应用卸载 但是一些游客仍然发现他们的手机中装有这个应用 研究报告 政府文件表明新疆培训中心强制拘禁 中国政府否认在新疆地区拘禁上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 把这些拘留营说成是职业训练中心 但有研究人员从中国政府文件和其他官方信息中找到了强制拘禁的证据 专注于新疆问题的德国研究人士阿德里安增资 在7月的政治风险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 题目是洗脑 警察和强制拘禁 从中国政府文件的证据看新疆职业训练中心的性质和范围 报告说 中国宣传说 受讯人员是自愿参加 但政府内部文件称其为被拘留的受讯人员 说明他们实际上是被强制拘留的 报告列举的证据有 当地政府公布的建筑投标项目显示这些地方设有监狱式设施 有高墙 铁丝网 勒望塔 内部摄像系统和警察设施等 卡什地区的培训中心都被要求配备五项预防措施 其中包括防止逃跑的措施 这些培训中心雇用了大批警察或保安 某个县2019年的预算显示 培训中心雇用了212名教职员工 保安人员的人数是其两倍 报告还说 中国当局为使拘禁制度正规化而成立的行政机构教育培训局 及其地方分支机构与法院和公安机构等其他执法机构列入同一系统 其预算是国内安全预算的一部分 政府强调培训中心为维吾尔人提供职业 语言和法律培训 但政府的工作报告说 在教育工作必须洗脑尽心 扶政驱邪 一些或是的被拘留者告诉媒体 他们在营内被迫接受政治灌输 不得不谴责他们的信仰 并保证对共产党忠诚 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和谴责 中国先是否认有关押营地 后来又说这些营地是提供职业训练的培训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土尼亚兹 6月25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1届会议上 为中国在新疆设立在教育营辩护 称这些中心是帮助拯救人们免受极端主义的影响 他说根据有关法律我们设立了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 目的是教育和拯救受宗教极端主义影响 犯罪情节轻微的人们 他说这将防止他们成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受害者 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免受侵害 但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主席多里昆艾莎指责中国当局掩盖症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事情 他说他土尼亚兹不是维吾尔人社会的代表 美国多次谴责中国把上百万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关进集中营 蓬佩奥国务卿说 我们注意到中国新疆的恶劣条件 那里从2017年4月开始关押了100多万维吾尔人 少数民族哈萨克斯坦人 齐尔吉斯斯坦人 以及其他的穆斯林 很多人被强迫劳动 以及受到其他形式的非人道对待 研究报告的作者阿德里安·曾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把上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关进在教育营 其真正的目的是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 首先是民族文化认同 其次思想意识形态 北京还企图迫使宗教少数群体效忠共产党 并且对心怀不满的维吾尔人进行恫吓 让他们不敢有丝毫的反抗 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播出时间早上七点晚上七点半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若你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 拜托你订阅点赞转发或者打赏 您的支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于2019年7月2日 支持我们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应计时驾赞助播出 订阅电话510-465-1888